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下大家记性 你们还记不记得前年罗志祥被周扬青毁灭式分手? 当时周扬青在微博扫小猪 在拍拖期间不止偷食 还玩多人运动 搞到小猪形象插水 之后一年几乎零幕前工作 就连在YouTube拍片 打算试试水温相复出都没什么反应 不过新年新开始 难道2022年是小猪复出的好时机? 事关小猪得到花莲圆政府邀请 重新踏上舞台 做跨年晚会的厄族嘉宾 不少人都赞这个演出很棒 最近小猪在YouTube拍片 跳题叫 我是罗志祥 我回来了 这片是跨年晚会的花水 看到小猪上台前很紧张 不断练舞 他都有拍拍胸口帮自己打气 听到歌迷久违的尖叫声 他还感动到眼濕濕 原来那晚小猪也有个大惊喜 就是他90岁妈妈 特意去后台为孙子打气 一见到小猪 妈妈都要伸手抱抱他 见到自己的孙子 可以重新上舞台 妈妈都忍不住哭了 为了复出 小猪连亲情牌都打完 既然成功出来 小猪之后就不要再令歌迷失望了